在台南縣綠甲 我在1934年在台南縣綠甲 因為我父親在那裡工作 我在六歲的時候全家搬到上面去 我父親在日本公司作為工程師 也就我們到那裡去 葬住以後就1946年隔年我們就回到台灣來 我是從東部過來的 進冠馬古人一樣過來的 我說好好漂亮 天氣又好人又好 客氣的 這些人比東部人比較客氣一點 東部人好像有一點妳管妳的 我管我的我不干涉妳 在西亚洲人就会好一点 不但跟你打招呼 还跟你做朋友 我就觉得蛮不错 我来西亚洲 本来只小了一点点 来这里看山水很好 我以前是爬山的 所以我就看到山我就很喜欢 看到水但是很喜欢 所以我是这里很好 我就回来 第二个是这里人吗 好像比较open-minded 可能是四个年点的国际 我不晓得 不过觉得这里的人很开放 很好 很会听你的话 接受不接受 那是另外一个会计 找到工作 经过工作的地方 帮我申请 居住美国的 我的意愿是帮穷人 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看到乞丐 坐在那里 然后就用草席子 就做小房子 盖自己 那么冬天下雪的时候 你不晓得它是活的死人了 一直走 不动嘛 那我要到他学校的时候 一定要经过他们那里 到学校以后 在隔两个马路 常常有这个黑胶车 Mercedes Benz 开 冲过去 冲过来冲过去的 里面都有穿着那个 面裤子的那个 那个 那个 夫人在那里 坐着去 那么他们开得很快啊 那么其他人呢 好多人就是 人力车 那是人力车嘛 那人力车比较慢一点 那麽上台有一個交通廖道的時候 中間有一個交通管制的台 那個印度阿山 就站在那裏 棍子打了 打了 人力車的鼓勵 在那裏拉著車是很吃力的 就給人家打 有成人這樣子過去 心裡上印象很深 我說這樣怎麽可以呢 所以我就是想念經濟 或是想去救 把那個平復不去的問題解決